嗨,大家好,我是青岛深寒 挺长时间没更新视频啊 青岛深渊出去了一趟,挺远的 刚回了没几天 还在外边的时候呢 就看到又一位窗楼的出口成脏啊 这次还是直接语音说的 不过后来发现发视频的钓友 因为朋友面子啊 将视频都下架了 从当时的评论区能看得出来啊 没有服务意识的传还是很多啊 压根就没有意识到 这是一个服务行业 前段时间我自从发了这个视频以后呢 出海钓鱼 你乘坐过服务体验最好的船 都做了什么而让你心情舒畅呢 到评论区看看大家都对哪些船评价最好吧 经过很多钓友的反馈 我也与正向反馈较多的一些创造大接触交流 因为不能只是有人说就能确定 他就是服务好 我需要确认一下 但是呢有一些交流并不愉快 三方面啊 是我并不愉快 有些好一些的呢 知道接触原因之后就直接不回复了 有的呢说话是真不不停 其实呢收到这些负面回复 对我的心情还是有影响的 先不说这些不好的了啊 接触交流 有的船老大的服务意识就非常好 但是呢有几位船老大也都反映了比较相同的几点 现实的遭遇 比如说他的船服务非常好 结果在他所在的码头 其他的一些船就故意的孤立排挤他 认为他是出洋巷 搞特殊 非常排斥他的船 做出比他们其他的船好的服务 他们认为没有必要 而且可能会影响到他们 其实这恰恰说明了 他们也在慢慢意识到服务的重要 只是因为习惯使然 心里仍然停留在以前 不愿意去做出改变 因为那样感觉服务吊游跌份 总结大多数吊游的需求 其实对于船来说非常简单 基础需求就五点 一抽签安排吊味 二不偏烫子 三换点勤快 四包船不加人 五拉流控船 就这几点很难做到吗 第一点抽签安排吊味 这是拼船的基本的基本 保证公平 另外对于包船也是一样的 有的包船组织者可能没有经验 或者碍于朋友面子 不便于提出来 其实这时候就应该由 传老大代为提出抽签 这样对谁都公平 还有的就是说 想不抽签占好位置可以 多出钱 其实这是不对的 不能说不对 只能说不完全 应该是他多出钱 同时其他人少出钱 不过我觉得即便是少出钱 也没几个人愿意 毕竟谁不想在好位置 所以抽签安排吊味最公平 而且是必须所有人都到齐后 在一起抽签 要不谁知道你是不是先把好位置留出来了 这一点呢 我这次出去就感受很明显 我来做的非常好 第二点呢 不偏烫子 第三点 换点勤快 这个不用吊手提醒你 尤其是在船上 啊老大 什么过点了 什么没鱼了 什么上烫了吧 这个其实不用吊手提醒你 这是船老大的职业素养 第四点呢 包船不加人 这个反应的人也比较多 有的钓友呢 拔个人包船 结果呢 穿着大带一个所谓的拔毛的 这是最常见的 不拔毛的时候呢 也钓鱼 还钓的不少 还经常占一个不错的钓位 还有的带朋友 带船工 还有带副驾的 第五点 拉流控船 老钓友都知道控船的重要性吧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说完这五点基础要求 这个是每一条船都能做到的 就算它做不做 再就是加分项了 因为有的船并不具备条件 你比如说带卫生间 这个有的船就是没有 这个没办法 船的条件所限 再比如说加分项有提供免费的冰和宽水 这个其实不值几个钱 不要一停免费提供就下了命了 还有免费提供午餐 拼船也不多加人 保证钓鱼的体验 你别应该上八个人 你为了多赚几个 你上十个十二个 那间距太小了 对吧 你钓鱼的这个体验肯定不会好 再就是有口呢 多钓一会 不会到点就走 在这框框上鱼的 哎到点了 收根回去了 这个确实有点那个什么 还有呢 就是在买活虾等鱼饵 因为有的钓鱼买起来 确实不方便 要去好几个地方 或者说时间上啊 或者人生地不熟啊 有很多这种情况 再就是钓鱼停车方便啊 还有就是空闲时帮助钓鱼绑钩打前导线 我说到这儿插一句啊 关于这个帮忙绑钩打前导线这一项 我并不鼓励也不赞成 这个是每一个钓鱼人自己应该具备的技能 在家里你就应该准备好 以及练习好 连这个都不会 你不能称之为一个 合格的钓鱼人 有人说啊 新手 新手你也应该有这份心 你也应该提前在家里做好准备 而且呢 创老大帮你很有可能会耽误创老大自己的工作 影响其他的钓友 接着说啊 加分项还有包括船长不钓鱼 或者说钓了鱼分一钓友 有的钓友可能会说不钓鱼的 穿老大不知道鱼情好坏 不能及时换点 别扯得多了 前段时间刚有朋友去路亚霸鱼 他的船头 每当看到霸鱼群炸水的时候呢 船就开过去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 船到鱼群旁边的时候 应该开一把道车稳住船 结果呢 穿老大到他方便钓的位置 他也停船 船头恨不得已经抄过去 根本斜的都没法打杆了 就图他自己钓的方面 结果呢 穿老大钓的数量仅次于船罐 你这是拉人钓鱼 还是拉人给你包船呢 关于这个船长应不应该钓鱼这一点 其实绝大多数的钓友意见都比较同意 那就是穿老大拼船可以钓 包船不应该钓 要不什么叫包船 其实很简单 这就和包车是一样的 你知道什么叫包车吧 当然没有服务意识的创造大厨外 因为他觉得他钓鱼还能卖不少钱 好事都让你占了 要不你就给人减掉一个钓位的钱 就这么简单 因为遭受了一些冷凑热讽 也碰了一些钉子 再加上前段时间出去的一趟 所以呢 现在统计到的服务好的船数量还不多 我统计的标准是 首先基础项不用说都能做到的 再就是加分项 每个船的能做到的加分项都不一样 各有特点 还有所在的码头 以及都钓什么鱼种等等这些方面 也欢迎朋友们的反馈 希望能将你乘坐过的服务好的船 都挨抬到评论区 也欢迎服务优质的船 能介绍一下自己 我也会继续和这些创造大 接触交流 争取让这些服务好的船 能让更多的钓友知道 减少一些选择困难 降低失措成本 到时候我可能会将这些注重服务的船 在粉丝群里交流工作 当然了 对于一些就像那些什么出口成脏的 拿钓友当傻子的 你想想 玩海钓并不是低消费 要有钱 要有闲 这样的人有几个傻 可能嘴上不说 但是心里明镜似的 我也会尽量证实之后 做好统计 记录下都有哪些让人反感 甚至无法忍受的行为 反馈这样情况的朋友 为了保护隐私 请尽量私信 这样钓友可以选择增加自己出海钓鱼时的愉快心情 不至于出去钓个鱼还给自己添度 以后的市场 比拼的绝对是质量和服务 海钓市场同样如此 谁做的好 谁做的早 那么谁就会在钓友心目当中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就比如说蓝海明市 服务就很好 这样才能做的长久 海钓人群并不大 而且非常的特别 绝大多数都是三五好友结伴出钓 口碑传播 好坏 同样威力强大 是 旺季都不缺钓科 但是旺季才有多久 希望海钓市场越来越好 钓友们都能满载而归 床老大都能一帆风水 大家都能开心出海 平安倒降 好了 我还是那个爱好海聊聊常温的微生日商 我们粉丝群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